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這節是問答環節 歡迎大家以電話或電郵形式提問你們的股票問題 我們熱線電話是204-6566 只要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我身邊的嘉賓就是我們的分析員譚之樂 Anna在旁邊 Anna 你好 Anna 你好 見到現在大市方面跌120點 做23172點 跌幅不超過1% 國企指數跌48點 做10319點 大市成交剛剛好100億 看看市房當中家庭觀眾有什麼問 在旁邊接通了陳小姐 早安 早安 陳小姐 想問什麼股份 喂 陳小姐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那個893 893 中國鐵貸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有啊 什麼價位買了呢 9日8日 9日8日 看見中國鐵貸現在做8毫半 只要換言之都捱价 今天還跌超過2% 應該怎麼做呢 怎麼部署這支股份呢 最近來說股價都好像一般的走勢 最簡單就說 始終最影響到股價的消息 始終公司剛剛發完刑警 其實你說短期來說 在發完刑警之後 我都覺得很難抱一個太大的衝勁 說中國鐵貸 其實看回 最主要都看回未來 內地方面一些鐵礦石價格的走勢 但是你說在這方面的看法 我都會看得比較審慎 第一說有些什麼人去買得最多的鐵礦石 當然最主要都是講一些鋼材企業的公司 但是其實今年來講 都傳出幾次的消息 講一些鋼材的公司 都對於這些 跟內地上面買這些鐵礦石 出現一些違約等等的事件 都反映著需求其實比較疲弱 其實很多分析都講到 現階段鐵礦石的價格仍然是偏貴 未來第一 就是全球的資源價格 隨著聯儲局退市等等 未來會有機會下跌 雖然賬面上現階段已經在虧 但我都建議做好風險管理 做好兩手準備 你看見技術走勢 現階段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8毫2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怎樣去部署 就將支持位置放在8毫2這些位置 不跌穿8毫2這些位置 可以等技術反彈 反彈到9毫自己的位置才沽出 但是如果後市都不能夠出現技術反彈的話 真的跌穿8毫2這些位置 我都建議先行沽出這場 好 陳小姐有沒有第二隻股份上吻 82 82第一視頻是嗎 是的 這隻有沒有貨 有 什麼價位買了呢 8毫 8毫子暫時有點亂在手 第一視頻現在正在做8毫三指 今天來說息福明顯都在升 就是接近4% 之前也在炒票股 炒在內地方面 在世界杯前可能會發互聯網的彩票牌 炒高了一陣 在五月尾的時候 今天來說繼續有得升 應該怎樣看這隻股份呢 家庭觀眾還有少少理想在手 應不應該持營保態 無論是講這個彩票的板塊 或者講82這隻股份 我覺得炒味都非常之濃 其實講82的業績 我都不敢有個太樂觀的態度去看 但是你說始終為什麼說這個板塊炒味龍 始終說最主要真的衝勁 你說在這個世界杯的過程當中 未來很大機會在世壞杯之前 可能會有發牌相關的消息 當然你說發牌之後82能不能夠拿到牌照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說未來世界杯 相距只有10天左右的時間 所以你說看短期來講能不能夠發牌 這個方面是會比較受關注的 但是你說如果8毫子這些位置買了 我自己看那個賣價都表現得不錯 看回整個技術走勢 我覺得可以過部署策略上 把指線位置設在20天線 不跌穿20天線 7毫半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繼續拿著 短線來說 看看有沒有消息能夠刺激到這個板塊 如果有利好消息的話 我覺得股價是有條件抽升 如果能夠突破9毫子這些位置 目標我覺得有條件 看回一萬二二水平 好 今天都是陳小姐的電話 要轉看下位嘉靈觀眾 第一旁邊有黎小姐 早安 早安 小姐 你好 想問什麼局份 144啊 這股股我想問前景怎樣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沒有貨的 想買了 超商局國際 144 現在正在做22.95 暫時正在升五仙 升幅不超過百分之一 最近有回調 但是現在趁這個低位 可不可以買 看看無論是航運股 或者港口股 近期來說走勢 都是明顯地有積弱的情況 始終雖然說 環球經濟復甦 但是看到整個航運業現階段 仍然處於一些比較差的情況 你看到波羅的海乾山貨指數 看到仍然是非常疲弱的 都反映著航運業 一直都有提及度 整個航運業運力過剩的情況比較嚴重 同樣地你說港口 如果航運業務不是太理想 港口的業務同樣地都會受制於衷 所以你看回 短期來說 我覺得仍然可能面對著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但是你說144或者港口股 運航運股等等 今年其實我真的未必說會看得太差 可能說上半年的時候 可能會做得太差 所以你說現階段 可以保護官網的態度 跌多一點才去吸納 會相對地比較安全 重回整個技術走勢 講招商局國際 技術走勢都略為偏差 因為我們講較關鍵的支持位 23元這些位置 也看到股價 都初步跌穿了23元這些水平 如果後市真的跌來23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調整幅度是會有機會加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買這隻股份 不妨等到接近21.5這些位置才去考慮吸納 3元可以入貨的 哪隻 813元 813元 細貿房地產 第1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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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的 看到現階來說是15.44元 暫時跌1% 最近這幾天都有一個環行的格局 應該怎樣看這隻股份 可否這個時候去到買這隻內房 看看內房股 這些位置去買就真的比較尷尬 因為始終在說 由低位反彈都反彈了不少 論基本因素就是偏差 大陸為何這些位置很尷尬 其實雖然基本因素是偏差 大陸在短期來說 都衝敬很多措施 未來有機會出台之後 是能夠刺激到內房這個板塊 最大能夠刺激到內房這個板塊 當然就是這樣 如果下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相信一眾的內房股能夠全線炒上 但是未來來說 一些放鬆限降令等消息陸續出來 對內房板塊都有刺激作用在 所以這些位置怎樣去部署 我自己看圖表的技術走勢 都看到股價之前由低位14元這些位置反彈 但是近期反彈到16元這些位置有阻力在 也看到股價跌穿了一條10天線 所以如果真的要薄的話 我覺得可以等到股價回落到接近20天 15.2這些位置去買 但是內房股這個板塊 基本因素偏弱 要做好風險管理 將指示架設置前的低位 14.6這些位置 後市的目標暫時來說 我覺得可以看回16.5這些水平線 可以嗎?黎小姐 好謝謝你的電話 想不想用大家看看整個內房板塊的最新表現 看見中海外 現在正在做一個5.2 正在升幅是一仙 暫時未有貨 可否現在賣 如果你說之前在2元這些位置賣在高位估出 其實這些位置怎樣去部署 我覺得是比較尷尬的 因為你說要去2元這些位置去買 就看有一個難度在 因為你從整個技術走勢都看到 股價現時都賠回在20天線至50天線區間 即是說這條綠色線和房紅色線中間 即是說在2元至2.2這些位置賠回 如果要後2元這些位置賣 當然是最理想的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能夠在2元買到 我覺得是有一個難度在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不介意高一點 在這些位置去追 我覺得你說短炒的話 只要將指示位置設置2元 不跌穿2元這些位置 承擔風險有限我覺得是可以的 至於如果你是在這些位置賣 後市就可能要持久一點 看看能否突破這條50天線 2.2這些位置 始終你說光復板塊 我覺得短期後市來說 隨著內地未來陸續會有政策出台 我想這個板塊整體仍然都會受到刺激 所以如果能夠突破50天線的話 後市的目標我覺得有條件 看看2.4這些位置 另外優小姐都未有課 想提留意隻 就是新神動力編號1148 延價在4.5 暫時來說升級兩線 這隻又未有課 你又看不看前景 可不可以賣 看回新神動力 其實市場一直都提到消息 又在估計 他們究竟能否跟寶馬合作 或者說在合作的過程當中 吸納到他們的技術 令到未來引擎研發方面的技術 能夠大幅提升 始終在特別引擎研發的技術方面 其實現階段內地整個汽車製造業上 這方面的技術和國際水平來說 就真的有個大落後的跡象 但說到如果他們能夠成功合作 技術水平能夠提升 公司未來在市場上會有很大的優勢 所以這隻股份就不需要看得太淡 不過你從技術走勢看 股價之前由4元這些位置反彈了上來 累積反彈的升幅都有一成多 股價的走勢上 其實都是一個整股代變的格局 配合在4元至5元區間 你又升到4.5元這些位置 在這個區間的中間位置 我覺得是比較尷尬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買 不妨等到股價回調到接近50天線 4.4這些位置才去買 將指示價放在4元這些位置 後市目標暫時說 看看不問這些水平 聽聽下嘉寧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有方小姐 早安 方小姐 方小姐在旁邊嗎 好 待會再討論給方小姐 我們先看看電郵方面的查詢 電郵方面有A&L的朋友 想問兩隻股份 先說第一隻就是700 暫時未有貨 好不好現價去到買騰訊 拆細了現在股價是110.5元 暫時跌超過百分之一 看到高價方面有些像橫行的格局 應該向上還是向下呢 好不好買 老實說 你說騰訊未來 究竟能夠向上突破 還是會下跌更多 很大程度會看未來市場 會有甚麼更進一步的消息發放出來 如果論基本因素的話 始終市場一直在衝擊 微信業務的發展 甚至未來支付平台上 有個很大的商機在 基本因素是真的向好的 不過始終我自己覺得 第一說騰訊的股值一點都不便宜 第二就始終擔心 如果在高顧股值的情況當中 些少的利淡消息 已經會令到股價會出一些大小小的回挑 這些高位其實我都不建議去追 所以你說其實看回技術走勢 之前提及到公司的基本因素是向好 不過你說始終見到 從股價走勢上面開始看回 股價賠回在108至114 這些位置 其實都是一個窄幅上落的格局 你說後市是否真的這麼快 能夠突破到114 我這方面會有所保留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不建議買 反而留意108這些支持位置 如果真的跌出108這些位置 不妨等到股價回調到 可能接近104至102這些位置 才去考慮吸納 另外一隻家庭觀眾想買入的 就是一百零零中交建 現價來講做五個二號七 暫時就沒有升跌 那價來說都是沒有驚喜 會不會有上網的空間 家庭觀眾現價來講有可沒有買 這些位置去買中交建 其實我覺得問題不大 跌到這些位置 股值也相對比較吸引 不過你說買中交建的話 我想你最好真的要抱一個中線投資的角度 始終講這個版塊 整體而言 業績上面首先是很難有個大驚喜 第二都很depend 什麼時候會有政策出來扶持整個版塊 未來來講 政策我相信一定會有的 不過說可能都仍然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 所以這些版塊 你說跌到這些位置 雖然說股值是吸引 但是要升上去 某程度上都可能需要一些耐性去等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拿得久一點點 中線吸納的話 這些位置是可以的 重回整個技術走勢 這些位置買了 只要把止洩位置放在五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承擔風險有限 都是5%左右 所以這些位置我覺得買問題真的不大 不過你說短線來說 阻力位會在五個四號這些位置 突破五個四這些位置 下一個阻力位在五個七這些位置 所以你說其實要駕駛到很久 可能真的駕駛一段時間 股價才有條件突破五個七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這些位置買了 中短線來說 暫時可以看五個七這些目標 好 省得一段時間 聽完最後一位嘉靈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房小姐 你好 你好 是 是 新聞什麼顧份 1300 工商銀行 是嗎 本身自己有沒有買的 是 四個六毫八 四個六毫八 最近的升勢已經吃光了 現在來講賺錢在這裡 四個六毫八買了 換言之來說 差不多有五毫子的利潤在手 現在來講公行做五個一毫二 暫時來講正在跌兩仙 嘉靈觀眾買了 其實看到股份在五月頭開始 一直都是上升的 應該怎麼看呢 有沒有繼續向上望的空間 還是說升了那麼多一段時間 始終都有些少許回調的風險 那在說羅人股 其實由低位反彈到這些位置 都說一些都不小 好像公行為例 之前說的位置反彈上來 都有兩成左右 這些位置 需要先沽出低位去買 短籌的角度上看是可以的 不過其實如果你說四個六毫幾 這些位置買 我建議不妨繼續中長線 拿著這股份 始終覺得公行為例 雖然短期來說 可能有機會回調試十天線 甚至二十天線 四個九這些位置 但我都相信 整體仍然調整的幅度 都不會太大 為甚麼呢 就是始終在市盈率方面 第一都是一個單位數字 而最重要是公行升到這些位置 5.1這些位置 其實預期息率 仍然有6厘左右這些水平 未來來說 雖然發行優先股 他們派息的能力可能會減弱 但我相信這些位置 其實未來派息水平 應該能夠保持5厘左右這些位置 其實5厘對於股票市場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吸引的 息率水平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妨繼續中長線拿著 後市我覺得 其實股價是有條件 示範之前的高位 甚至看五個半樓上 我覺得都是有可能的 好 謝謝阿奈 詳盡的分析 這次問題環節時間 就差不多了 Mask完之前 和你做新報 提及過的股份 或者相關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阿奈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會是發達廣場的環節 我們第一嘉賓請來 有事務中監 郭師志 郭Sir 想聽的話不要走開了